今天在我們節目的現場 是我們金曲歌王 搖滾電玩教父 我們的四萬兵老師 教練你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老師今天來到這裡 這個是有新作品要推薦給大家 但是有一首歌 我自己也不情之情 因為我講的是 我一直以來對老師的作品 對我16歲就很驚訝 一直到我驚訝 其中有一首歌叫做白脈真真棒 今天如果有這個榮幸 來幫老師伴奏一下 請老師唱個一小段 這個可以被金鐘這個主持人 拿吉他伴奏的真的不多了 法民國就剩下這一位 未來還會有 有幾個金鐘電台主持人 會彈吉他的 這樣我看很少 來繼續看這個白脈真棒 先收到的文基祺有這個轉集 第二集裡面的歌曲 來 美語 女生 妍aker 詞6 女生 曲4 魁 Chocolate 希望可以跟我一件事 因为我决定买去找你 才不知人说是做什么 这点在心里看到你的36句 爱我偏会险险老闭你 白白的爱你 你有敢吵笔 为何买故意来跟我冲敌 我问你 让你出去多少钱 你近年唱我哭不去 我还没和弦你知道吗 刚刚弹错好几个 但是这首我真好听 这首歌曲的reference是Line Ice Line Ice 其实我们都了解文基奇舞 专辑就是跟我们演艺很多好歌 不管是英文的西洋歌 或者是中文歌或者是台语歌 只要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旋律 我们会来给他致敬一下 这是我们台语歌堂的 算是我们的宝 为什么呢 这个可以真的 不敢当不敢当 真的文基奇舞专辑是 这个为什么叫文基奇舞 文就是施文斌 武就是作词人武雄 而且是我们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 大师级的人物有万磁王之称 对不对 你们两个人算是黄金组合 哪里哪里 施文斌就想到武雄 就想到施文斌 梦不离交交不离梦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说你们也说 创作出来很多我们台语的经典 近年 谢谢 我们要下跪日空一半 文基奇舞第四集来咯 耶 来 这个请我们这个兵哥 跟大家来好好地推荐一下 这一次文基奇舞 为什么叫情歌选呢 大家先看一下 OK 我们文基奇舞其实是 要先讲一下文基奇舞是秉持着 以国家抓狂为己任 自个人死相于度外 好不好 这个 这张专辑 请各位网友 跟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跟我来一起念一遍 来 情歌迷死人 爱人不眨眼 情歌迷死人 爱人不眨眼 文基奇舞情歌选 文基奇舞情歌选 坚持不要脸 喂坚持不要脸 OK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不要脸 为什么 这个过去这25年来 其实 阿斌自己的创作专辑 或者是不管游戏音乐 只要是我的专辑 通常都会有我的肖像在封面 那只要是跟五熊老师的文基奇舞系列 从第一张到现在第四张 对 绝对没有肖像在前面 对 这个完全封面都是没有脸 都是没有脸 所以叫做坚持不要脸 但是这张专辑叫做文基奇舞情歌选 对 保证十首都是非常好听的情歌 保证让你听了叫哥哥 狗狗 台灣人要叫哥哥 喂 好啦这一次我们要好好来介绍一下文基奇舞的历史 好 文基奇舞的历史 可以算是对以前 1999班年的时候有第一集 二十年了 誰是老大 誰是老大 是啦 怎麼死都不知道 台灣第一家岩苏姬 來自英朗 明朗世事 那些都是非常经典的效果 而且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您的形象的一个大翻盘 大转变 对对对对 因为以前就是 長髮飘逸 是 感觉可以去演瓊瑶的男主角 突然之间变很坏 对 爹爹又咬人呛毒 没有就看到你摇滚的那一面 对其实 其实文基奇舞 他 能够跟五熊老师合作也是从文基奇舞开始 到现在也是迈入二十年 那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是 我唱情歌的那一块 那其实 有很多很多的音乐元素 那没有办法 这么简单的 透过一个情歌专辑 来去做一些 表达 或者是甚至是一些学习 所以文基奇舞这样子的系列 其实是这样子 他里面有很多多元的音乐元素 那对于一个歌唱的人而言 那其实是一种挑战 对 所以其实当时大家 让大家吓一跳 但是事实上 也不见得真的能够做得到 那所以其实 呃 当时真的对我对我而言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是是是 其实我们都知道 文基奇舞那个时候 像是老大 就是那个 Michael Jackson 对 对 还有这个吉他的好歌 我其实每条都是对这个国歌的reference 来跟他唱我们的台基歌 那时对台基歌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进化 因为 不过有人想说 我们的这个台基歌 可以 可以这样 有很多元的变化 对对对对 那那个时候其实 这也要来讲讲啦 因为宾哥其实自以前以前 还没唱台基歌之前 你是有在唱PUB 我都是唱西洋歌曲 都唱西洋歌曲 都唱西洋歌曲 所以其实当年的文基奇舞 第一张专辑里面 这些圆曲我都以前我在PUB都唱过 所以其实我 我也是这些年 大家会从我的创作里面发现 我让很多很多的西洋音乐的元素 来进入到台语歌里面 所以大家会 比较没有办法 从我的创作里面 听到我们传统的日本演歌 或者是比较传统的台语的味道 基本上是听不到 但是那个时候 你在台基歌也是 硕国仅存的新台语人物 黑蜜 真的 因为那时候 一遍所有人都在回音嘛 对对 但是你在唱的这个方式 完全没有 更加不一样 对对对 但是也是有这个摇滚的味道 是 当然啦一直到2010年的时候 才推出文基齐舞 12年 第一张跟第二张 插了一个轮 对啊 为什么呢 你跟五熊老师的中间 也是一直持续 一直有在合作 那为什么文基齐舞 一直拖到12年才会 刚好就是因为 我觉得 创作这种东西 真的也要缘分 对对对 其实这个这么长 这20年来 我跟五熊老师 放在抽屉里面 没有发表的 也是一大叠 对对对 所以基本上来讲 每一年我们的方向不一样 对 我们要做的事情不一样 所以呢 最后呢 这些缘分 刚好有这些歌 那文基齐舞 又必须要有很多的社会事件 然后让我们能够结集成一张专辑 对对对 所以他需要缘分 了解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这个 倒灰恰德兰 那个是Santana 对对对 Santana 倒灰恰德兰 没有人想到说Santana 变成倒灰恰德兰 有够有够有处备的 然后呢 一直到这个2014年的时候 这次就进海 查克莱德兰 对对对 老家 今天你的心里做什么 对对 老家 最后头会开 眼尼搞 actor 有人说是 cav结有了一个医民 还该在唸 香港是什么 很多的社会新闻 都可以变成 流行音乐的记录 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也正好 面临得到我们台湾这个 很多人 人口外移 然后呢 厂商外移 苦无机会 然後很多 很多 які 很多劳工 对对对 这个领不到薪水 对对 其实问题一直延烧oming 今天还是 对对对 对不对 紛紛擾擾 這次比較沒有那麼樣子 可能是批判或嘲諷 但是帶來的卻是情歌精選 這次的情歌是批判的情歌 或者是嘲諷的情歌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官方說把死守都是 守守非常認真的情歌 可能有純情 可能有初戀的 有激情 有這個這個這個 有這個很多各種情 是 基本上有堅定 堅定的感情 所以基本上來講 死守都是情歌 但是各位朋友 如果說只在這死守歌裡面 聽不到每一首歌背後的意思的話 我跟五熊老師會感覺到非常的失望 一定裡面又有玄機了 好啦我們先來聽一首歌好不好 今天一剛開始要 跟大家來推薦哪一首歌 OK這首歌呢 這個我們在找一個哥哥 找一個哥哥 一位叫阿炭的哥哥 阿炭 對炭氣的炭 阿炭 這首歌呢其實叫做寶島探歌 台語就是寶島探歌 跟我們寶島聯播網一樣 寶島開頭的好不好 聽說有這個寶島 寶島 以前是寶島漫歌 現在是寶島探歌 但這首歌 這個是這樣子 他的這個華語念作寶島探歌 炭氣的炭 歌曲的歌 對那事實上這首歌我們是在講的是一個叫做阿炭的哥哥 阿炭的哥哥 他背棄了他的愛人 是 他棒殺了他的情人 他必不見面已經好多年 對那我們要來找一下這個人 那這首歌呢 這個也因為這首歌 所以這一次我也被五熊老師衝敵 怎麼說 因為這個唱歌唱了30年 入行25年 好 那這個過去也唱過舞曲 我從來沒有在MV裡面跳過舞 頂多就是吉他背著 跟著旋律擺動對嘴 這一次寶島探歌呢 我下來跳舞了 那就是MV看得到你跳舞的舞姿囉 是 之前把你電電電電電到金屎屎是沒有跳舞的 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時候是叫別人跳舞 那個時候我是一邊走一邊對嘴 跳舞是我的小孩 然後跟其他的年輕人 這一次是你都要下去跳 哎呀 對 設下這個什麼陷阱 我們現在來看看 他這個陷阱被咬到了之後 有多慘烈好不好 先來看看這條歌 好 這個五熊老師是怎麼把它唱到 如果唱到的這個結果是如何 我們請看MV這首歌叫做 報道 探語 Check it out 好 咖咖你三年沒出現 你現在過了好不好 吃跟吃有肉 睡跟睡有燒 拔命跟有人為你去出途 孤孤孤三年沒記入 你到底過了好也買 坐跟坐的運 騎跟騎的債 拔命看電視 甘有真感慨 不得探戈 探几下不得 不得探戈 我都吹不 不得探戈 探几下不得 不得探戈 Don't you know I really hurt I mean I really like them GOGO 三年會等太 你感的感的都不知 找 都找不到 叫 都叫不來 我命 我想著 心裡如彼愛 不得探戈 拐一切無得 不得探戈 我都吹不 不得探戈 探戟小波浪 不得探戈 Don't you know I really hurt 不得探戈 探戟小波浪 不得探戈 Where you go 不得探戈 探戟小波浪 不得探戈 不得探戈 探戈小波浪 不得探戈 Where you go 不得探戈 探戈小波浪 不得探戈 How dare you should eat it though 不得探戈 探戈 探戈 不得探戈 探戈 不得探戈 不得探戈 這位 斌哥我看到你跳舞的舞姿 可以說是你果然是個舞王 其實武雄老師有說過 就是聽阿斌的說他以前是舞棍 對 所以就看他現在是舞棍 阿伯還是舞棍 我現在是喘歌 是跳得很喘 喘歌 差不多一首歌各位播度的探戈 今天文綺齊舞來第四集囉 我們金曲更望斯文斌 謝謝 大家好 兵哥這一次的專輯可以說還是一樣 十首全部都是非常非常的原創 而且是跟五熊老師一起來合作 這跟這個歌 每一首歌名都讓人家 覺得非常非常的驚豔 我們這個生活在網路世代 現在還有一首歌叫做 你知道你爸又在那裡發廢文嗎 這首歌我覺得 應該是五熊老師的自傳吧 專輯的第一首叫愛的開箱文 專輯的最後一首叫失戀懶人包 所以基本上來講 這個裡面很多歌呢 其實都跟我們的網路息息相關 那也呼應了我另外一份職業 台灣電競協會的理事長 對 這不容易 一定要跟網路有關係 我告訴你 這個我們台灣有很多電競的選手選手 他如果要去比賽 那是沒辦法在的 他要做什麼事情都非常困難 對不對我們成立這一個 這個可以說是在做功德 是 功德台灣 真的 真的是這樣子 我從13年成立的時候 我太太說我是神經病 然後我們協會裡面的兩支最好的職業隊伍 AHQ跟閃電郎 這個社會大眾把他們當成 把他們當成社會的邊緣人來看待 所以其實那也是經過我們大家一起的努力 總算三讀了 哎呀 真的我覺得太棒了 當然 Bingo 這個其實你從小時候呢 你這個打電動對你來講 你小時候就開始愛打電動了 然後中間一條線 然後那個會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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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要擋住那個球 不能漏接 你是對那個時候就開始生了 所以到現在我的遊戲經歷40年 哇 所以其實可以說是跟音樂比音樂還早 沒錯 差不多 難怪是我們的電玩音樂教父 但是要說 大家對施文斌一個非常深的印象 就是說其實 我們兩個人的背景 我自己有留在小時候的一段 就是說我們從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都不是這麼大意 對對對 這個斌哥你也是一剛開始 你聽說你是唱雙心酒店 我才開始學台語 真的喔 他們爸爸媽媽都外姓人 啊 我是道地的外省二代 這樣子 所以這個有很多朋友 和我差不多年紀的朋友 他們他以前那時候在讀書的時候 在學校你不能說謊言 對對對 所以他那時候就很認 為什麼我的母語不能好好說 那個時候我倒沒有那個感覺 因為我原本家裡面就沒有在講那些東西 是 那我是真的開始要跟二姐出道 然後要來唱台語歌 我才開始學台語 哎唷 但是也是因為我一開始跟二姐的關係 很成功 我聽到這麼多的 尤其是我們中南部的 這鄉親時代都聽我的歌 對 所以我就一直唱台語 一直寫台語 一直到現在 對 真的不簡單 這中間 因為我也是說 你一個一開始不要說台語的人 要來用台語主持唱歌 這中間就有很多困難 是 就有很多挫敗的感覺 是啦 但是賓哥你一直以來 你在台語歌 都是一個非常重點的人物 經典的人物 不敢當 如果你不講的話 大家都想說 我台灣人 你有夠台 對不對 你有夠台 是不是也是 你在苦練這個台語的 這個心路歷程 可以跟大家簡單分析 分享一下 因為我相信 其實我有一個很好的老師朋友 就是武勇老師 那當然一開始有黃明老師 黃明公司有請黃明老師 教我正確的發音 是 因為這樣我才感受到台語的美 那因為寫台語歌 我才知道台語裡面有很多的 譬如說導音 對 譬如說想詩 想詩 這個詩的音 如果比想 比較多的就變成想詩 想要詩 你沒有音不一樣 那個意思就不一樣 對 一般的這個話語就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尤其要寫台語歌 特別要主意就是導音的問題 對 導音的問題是很重要 當然除了說這個兵哥 你這個台語 現在已經是我們的台語歌王 然後成立台灣的電競協會 然後這幾年呢 你又很努力的 在獨立製作自己的唱片 對不對 你是拿電車輸機 沒有在客行的 沒有在沒有在靠車行的 自己想辦法 對不對 你現在是個人營業家 對不對 其實在這一片不景氣之中 要出唱片是很多人都不敢再去想這件事情 對 但是我也是一個更 我記得2001年 十幾年前 好聽那張專輯 好聽 好聽 那張專輯的時候 我跟歌迷的約定 我每年都要有作品來跟大家這個見面 對 他就一直維持到現在 喔 所以其實這個 如果說自己來做唱片跟唱片公司來合作 這個最大的差別在你可能更沒有束縛 對 想要做什麼樣的音樂 對 但是你跟唱片公司合作呢 你只要負責開口唱 所有的事情都有人幫你處理 但是你自己合作兼共堅的時候 連這個送 我現在只缺沒有自己送貨 那但是已經差不多了 網友跟我購買 我也是直接跟他面交 所以現在 已經變成就是 我有點類似自根農 你知道嗎 我自己有一個小花園 我的花園裡面種的花 很特別的 很特殊的 香味和薄味都不一樣 經過這個人家 噴到香味 還跟我教官 哎唷 我是跟賓哥 你現在其實 我不知道 你是對於後進 非常的扶持 哪裡哪裡 因為在你每一個專制當中 你基本上都會找一個 乳歌手 合作 合唱 有的時候是男生 我可以直接如數加珍 2009年 天之交子跟錦雅如 陰雅如 陰雅如 2010年 日白酒杯跟梁一針 2011年 林中跟林柔君 2014年 黑白酒 找五雄小姐 那個不能算 2015年 香香對對VS 張靜雲 2016年 跟林武鎮 歌壇星秀 雲林歌王 2017年 VS 安以威 安以威 對不對 你每一年都想說 要找一個 這個可能大家 大家不是很熟悉的歌手 或者是你覺得 需要來欠一把的 這個 是為什麼樣 的一個原因 會讓你笑 其實是這樣 大家都知道 我一開始 一開始出道 是二姐 工具 把我堪行 所以 這個 我一直到我自己 有能力來成立製作公司 我其實一直把這件事情 放在心上 放在心裡面 二姐當年對我的提息 我相信大家在前兩年 他封賣的時候 大家都有看到 那 這個 我其實一直有一個感恩的心 那我也認為其實 這個 在這個我們演藝圈裡面 必須要有傳承這個動作 對 那也就是說 這些年 我和我合作的 這個不管是 不管是什麼人 我們一起來 不管你是男生女生 我都會跟他講 你記住 跟師大哥一起 合作的 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未來 你若是有機會 若是說 你有相對的資源 跟能力的時候 你不要忘記去照顧 其他的新人 所以跟安苡葳是這樣子 剛好又是 因為今年的三月 我們剛好又跟 又去一起去錄 冰冰姐的電視節目 然後錄節目的時候 苡葳就跟我講說 師大哥 我希望有機會 可以跟你合作 他都這樣子開口 那我覺得就是說 我有放在心上 是 那我們當然過去 每年發專輯 上大電的節目 我都有講 我跟五熊的創作呢 從以前到現在 我們每一張專輯 我們都會為台灣的地方 來寫一首歌 至少都會寫一首歌 對 那也就剛好 苡葳來的 苡葳的期望 然後我們就 剛好知道了 苡葳她是客家女孩 她在苗栗出身 所以我們就寫了一首 願禮情歌 然後寫一首 對 寫一首 苡葳家鄉的歌 然後來合作 真的不容易 我覺得 要有這個 這個自己 有一個感恩的心 而且都可以放在心裡 因為 雙新酒店到現在二十年了吧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但是她對這個 當初把人怎麼感情的這種情 她放在心裡 我覺得這個感恩 是最重要的一個 這個全員 讓我們後面在做事情的時候 都懂得 這個 吃過季就要敗笑頭 對不對 這次這個文基奇舞的情歌園 剛才我們已經聽完這首歌曲 對 剛我們聽到的是波多探狗 對 我們接下來再來介紹一首歌 那我們來聽就跟安苡葳合作的這一首 願禮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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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擋著行笑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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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紅色湧 點露小海花 春春海風 陪咱嘴定行 龍蠻世冰 人的人隨便 痴症的歌 一人唱一般 暗暗初陽 沒人的感情 暗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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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情痛小雨 心愛的你看 愛你的光 越唱 越開玩 你是我的夢 是溫暖的基地 暗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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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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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暗 情相依一律雅共犯 鑽鑽千磅 背叛你到我 七情的我 愈唱愈開我 你是我的夢 是溫暖的育體 你是我的愛 尚未來的堅持 你入我心裡 有鐵白的育體 你是難相難 永遠的命 你入我心裡 有鐵白的育體 你是我的夢 是溫暖的育體 你入我心裡 有鐵白的育體 你是難相難 永遠的命 我命令你 濃漫願意 千萬有九歲 我的心內 永遠有你 有點心 百祓 I know you need a friend Someone you can talk to Who will understand What you going through Where the cost of love Is an easy answer Only you can say What you gonna do I heard you on the phone You took his number Said you wait long But you're gone soon Isn't he the guy The guy who liked to cry Isn't he the one Who make you blue When you remember Stone's last season You know you gotta make up your mind Are you gonna stay With the one who loves you Or are you going back To the one you love Someone's gonna cry When they know they lost you Someone's gonna think The stars are burning The stars are burning Ton's the same You may never know Anyone of those You may not know When you have a chance to Back to life What the Jeffs will always be How about your fans You may need to be a man You may not know You may not know You may not know The stars are burning You may not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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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臉在吃飯糰有沒有 全部為我在臉上 差一點差一台啊對不對 但是這個就是因為Live的 他的魅力所在 謝謝 真的你一站到那個台前 就開始在吸引大家 就是一直 謝謝啦 別不欺騙 欸 怎麼會欺騙 你在唱歌的時候 這個現場的功力實在是太棒了 當然啦 每一年也都有新的作品 持續的在跟大家分享 這個是文基祉武的第四張 文基祉武情歌選 堅持不要臉 堅持不要臉是應該堅持不露臉 不露臉啊 對不對 這特地專輯 只要是文基祉武系列 你都看到都是用一些異象 對不對 啊 這個這一次呢 我覺得這個 讓我想到我小時候 常買一些 西洋情歌精選機有沒有 發燒片的感覺 像喜帖 但是我要特別介紹一下 這張專輯封面裡面那隻狗 就是我的狗 啊 這是你的狗啊 西高地白梗米露庫 他有粉絲專頁喔 真的喔 大家就按個讚 我的田現在連歌王的狗都有 都有那個 好歹他也是明星狗 好 但這個孫文明老師 我們剛也聽到你其實在 每一張專輯的用心跟努力 還有你說走過每一年 來跟我們報道林報榜 大家都很關心你的這個消息 這一次的專輯 除了所有跳舞 你在寫歌的過程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有寫歌 雖然說我們是跟老師學習 不敢當不敢當 老師你怎麼有辦法 你怎麼有辦法說 每一年都固定有這麼多的歌曲 可以把它產出 因為對我來講 我看你一年要寫兩台三台這個過程 我都覺得有時候覺得好痛苦喔 不一樣啦 因為大練你是主持人 對對對 以主持人 因為你還有電台的行政的工作 你還要主持 那其實 你有電競協會啊 你怎麼那麼多的時間我來寫歌呢 是啦 但是就是自己時間要做調整 要做調配 就變成說你要一邊打電動 然後一邊 一邊報其他 一邊找靈感 所以我現在才知道 為什麼我常常在後台碰到冰哥 他那個手機有沒有 開始在打電動 他就放在那邊 然後很得意的跟我講說 他等一下自己會打 我回來的時候他就積分了 你等著看啊 我現在上台唱歌啊 然後唱完了以後下來說 你看你看你看 積分了有沒有 我拿到寶物了喔 現在的手機的電玩 還可以自動打的啊 對 因為手游的話 他因為大家 因為每人都有手機 對 那現在的手游 其實裡面有很多自動的 自動的系統 對對對 他其實可以比較不用 占用你太多時間 所以你也是用這樣子 繼續積分 然後你可以寫歌 對對對 哎呦 真敢會利用時間耶 你有靈感枯竭的時候嗎 沒有 真的還假的 你都沒有 基本上來講 我是不會Push自己 但你的靈感就是一直來 我不會Push自己 那我基本上都是順其自然 順其自然 對 那當累積的時間 累積的東西夠多的時候 那自然的人 坐在keyboard前面 或是其他拿起來 就自然而然就會有想法 對 那沒有想法的時候 我盡可能的 我不會 為了自己 因為自己現在沒有想法 或者自己身體的狀況 現在不是很好 那我就硬逼著自己在請前面 或者是在 在麥克風前面 那不要強迫自己去做 因為創作這種東西要 最好是讓它自然而然形成這樣 我是沒有跟這個 五熊老師或是明老師 我們三個一起過 但我個別跟他們都很認識 我覺得你們兩個身上都有同一個特質 尤其你們都很奇怪 你們兩個人都很會想那個天馬行空 那有的有的 我覺得你們兩個是有這個同樣的一個 避開避拐 在聊天的時候會突然 兩個都很習慣性的說 我跟你講我最近在想一個什麼事情 且不論說會不會成真啦 但是他們每天都一直以這些靈感為生 我覺得好像沒有這些靈感 你就沒有辦法繼續過日什麼感覺 兩個人都有給我這樣的感覺 所以我們兩個可以說是 也是非常的match 是 那你們兩個常會要固定開會啊 來一些想鬼點子嗎 不用不用 因為我們剛好住在旁邊而已 真的 你告訴你 我們家對面行就是他們家 這樣喔 每天晚上 然後到本時候都在旁邊都在旁邊 真的喔 有時候就拍一張照顧而已 這樣喔 說句實在話也很少會碰面交談 因為現在網路時代嘛 大家messenger打一打這樣 對對對 Draw Box丟一丟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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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們兩個都不會帶流行的喔 你 兵哥你過幾年喔 你想說你現在常常爸爸經一堆 對 經常都在說 我跟你講我二次喔 現在全新北市跑第一名 你知道嗎 以子為榮對不對 他們總有一天 他們現在也已經進入青春期時代 對一個高中一個國中了 對對對 你很快的你都會覺得說 那個任務可以慢慢的放下 但是我會覺得你永遠都不會讓自己休息下來 我覺得你就是不會退休的那種人 對 你可能是到 歐吉桑的那個會社的時候 有哪是最流行的歐吉桑 我希望能夠這樣 對 因為我跟我們的電台宣傳 幹哥 對 幹哥 幹哥 對 我跟他 他不想幹話 他不講話 他很幹哥 我跟他在開玩笑 我說等到我們 我們兩個來插賭一下 看看未來我們發片做宣傳的時候 誰先主拐贓做宣傳 不錯 我覺得就知道這種精神 其實我們台灣人 就是這樣 有時候你看到一些 我們台機的先輩對不對 都就是 有時候大概到一個歲數的時候 就越來越少出來 其實我覺得這不對 對啊 你看文夏老師都90歲了 對啊 可是你看 其實在美國來講 那個什麼U2 Materika 連班交易 現在已經要60歲了 他們還是一樣世界巡迴 看起來活力充沛 永遠都要帶一個 帶給年輕人一個最好的表率 尤其我們台語歌壇 真的很需要像兵哥這樣 這個 兵歸兵歸 搖滾先烈 你是一個精神人物 人先烈一定是搖 還要先烈 你再去先烈 這個搖滾先驅 做一個字就好了對不對 先烈 這個嚴重 我跟你講之前 我們去上流行音樂產業的研究室 認識蠻多的老師 他們都去做學生就對了 基調有一位爵士鼓手 他是真的在我們國內打爵士鼓非常有名的老師 他跟我講說 你知道嗎 你每天都在播台語歌 你知道台語歌裡面有一首我們爵士樂手 大家都很喜歡的歌 我說哪一首 好聽啊 你怎麼知道 他說那個玩起來那個Fusion的感覺 那個剪超棒 應該不只是爵士樂隊 然後包括有很多做管弦樂的也很喜歡 也很喜歡 當初的編曲老師是誰啊 圖穎 這個圖穎老師呢 他現在他的兒子啊 也是很厲害的吉他手對不對 而且還在羅大佑演唱會裡面直接彈啦 好啦這不管如何我覺得賓哥你所創下這個經典 一直以來給我們所有的聽眾朋友很大的驚喜啦 好那這一次的這個創作過程啦 或是有什麼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其實每年每年這個今年是比較早 去年也是12月31號才發片 然後短短的11個月我們就把這張專輯完成 很好 那這個過程裡面其實當然 我們也等待了很久 因為跟我們合作的編曲人 剛好又在幫傑倫在做世界巡迴 所以這些老師都很忙 那你要把他們的時間找他們有空的時間 然後還要來幫我們醞釀我們的新專輯 其實等待的時間也長 那創作的時間也長 那我要講就是其實每一年我們發片做宣傳的時候 我們明年專輯的方向已經出來了 所以就等於是一邊做宣傳一邊來醞釀下一張專輯 但是我還是最期待 因為已經說三年了 一年一開始有在問說 賓哥你的演唱會 快一點啦 演唱會啦 大家都很期待 很期待嘛 對啊 那就直接在這邊開直播就開演唱會了 不行 你這 要小巨蛋了 對不對 去買也要一個TICC 我本來是想說等那個大巨蛋 結果你看你現在等不到 這個我們留到紅衣大哥時代我們來討論好不好 好啦那這一次這個孫文斌的最新專輯喜歡我的所有朋友的讀到集齊 那想知道孫文斌的相關資訊跟活動我們要上網到哪裡走咧 其實很簡單 電競協會 不是不是 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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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臉書的粉絲專頁其實是最最即時然後最應該是最新的狀況 對對對 然後是沒有任何小編是本人直營 對對對 本人直營 對對對 本人直營 所以呢這個回跟你打字回回復你的就是我本人 那因為他資訊人啦 對對對 所以這是絕對是他親人回復好不好 自從有網路以來 嗯 小弟本人 絕不假手他 對對對 男師親自指導 好 啊最好有什麼維修我們所有報道的聽話來講一下 欸 現在連發電都聽得到 公佈都聽得到 好 非常歡喜 來到這個報道聯報網 是 那現在是全國的聽眾朋友 是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大鏈 也支持我的新專輯 文基起舞情歌選 那明年的專輯 我會準時的再跟大家見面 明年會提早11月就發嗎 還是還是一樣 搞不好更早 12月31號晚上12點59分 搞不好會更早 我們努力盡量努力 但是現在先不破梗 是是是 會讓大家這個又要再驚嚇一次 來期待一下 來期待一下 好不好 好那我們先把這一張專輯 先來歐演一下 好 那所有唱片都買得到 情歌精選集這一次是 文節起舞第四集 情歌選堅持不要臉 情歌迷死人 愛人不眨眼 最後呢 我們再來聽一支好聽的歌曲 好 我們來欣賞這一首歌 這一首歌叫做 愛的開箱文 愛的開箱文 開箱文一般都是說 我買一個什麼東西對不對 應該要先第一次使用它 對不對 愛的開箱文 那算是初戀喔 對 你跟初戀的女朋友 那你也是會開箱嗎 對 那個鈕扣一顆 兩顆三顆 這樣慢慢打開這樣 後來都沒有這種感覺 後來開 開箱子還有一種覺得厭惡 就是 哎呀 這是你 這是你 我沒有我沒有 後來愛的開箱文 我們快來看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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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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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 將你的美夢 一領 兩領 三領 全無打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部打開 將你的笑容 一句 兩句 三句 全部打開 將你的世界 一步 兩步 三步 全部打開 將你的意志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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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愛那首 將你的打開 baby 我要講給同人知道 我對你全部的愛 將你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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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什麼時候 將你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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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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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 真心看真心沒愛